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国防上到底要如何因应呢 专家是认为我们应该要补强的是东南部的战力 但是就在这个同时 我们看到美国的国务院 他也批准了155亿台币的对台军售案 蔡英文总统今天早上就说了 这一项军售还是来得及 而且是及时雨的感觉 因为就在昨天 共军的军舰跟军机是同时的动态 破坏了台湾的区域稳定 破坏现状 那么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区域大国 应该做的事情 而中国特别选在这个时间点 就是美台在庆祝台湾关系法 40周年的时刻进行居演 时机敏感 我们又该如何解读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专家 跟国际问题专家 一起来跟大家了解 只是另外一方面 中国对台湾的艺人 进行所谓的思想审查 恐怕已经不是新闻了 包括你在画面上 现在看到的女星 徐伟宁 或是之前我们看到的周子瑜 这些人许多的言论 或是不小心按一个赞 都会被台独 但是如果连日本男星山下至久 他是一个 现在日本非常走红的男艺人 他上了日本的综艺节目 那就把台湾称为一个国家 不得了了 现在也被称为说 这个男星竟然台独了 那么中国这样子 无限上纲的言论审查 到底会有多离谱呢 只是我们来看到 如果说连日本的男星 像这样山下至久 都不放过的时候 中国这样无所不用其极的 灭台计划 大家千万不要把它当成 笑话来看待哦 因为我们来看到 在香港的中联办主任 王志明 他在最近的活动上面 就摆明告诉大家 说什么呢 香港战中是一个非法的运动 会伤害香港的法治 而且他还说 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上面 只有一国 没有两制之分 昨日的香港 今日的台湾 这真的不是一个 违言耸听的话 更不是一个 你我日常当中 用来呼口号的八字真言 我们来看到 中国企图让台海成为内海 或是让两岸问题 变成内政问题 这个其实在国际当中 中国的动作是非常多的 但也因为这样 让国际社会都看在眼里 美国的前众议院的议长 莱恩就谈到 美台之间的关系 他刻意用两国来做形容 希望就是透过 这个国际的发声 来给台湾支持 只是另外一个 有关于台湾的国防 外交的问题之外 当然还有就是 高雄市长韩国瑜了 韩国瑜的访美行程 即将进入尾声 不过呢 大家都在猜 他是不是回国之后 就要准备来宣布参选总统 就在大家要等着看的同时 是不是呼应了 这个韩国瑜 他曾经讲过的一句话 叫做老鼠偷鞋 大的还在后面 现在在韩国瑜 趁他出访这几天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是不是选总统的迹象 越来越明确了呢 昨天传出 郭台铭有意要交棒 外界就解读了 这是不是为了要选总统 所做的布局 今天早上他谈到 是不是要交棒鸿海 还一度哽咽 来我们来看这一边 就是呢 他哽咽的说呢 台湾需要安定 而且他要交换给 交棒给年轻人 但是被问到 是不是要选总统的时候 他又与代保留的说 如果要选总统 一定要经过初选的程序 他绝对不会接受征召 只是郭台铭点名 说要参加国民党的初选啦 但是国民党怎么说呢 国民党冷冷的指挥说 他目前不是党员耶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放言最新的 这个民调 在泛兰的内部 郭台铭他的民调 仅次于韩国瑜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瑜当然是最高的 但是郭台铭 跟他的差距不大 那么他是胜过了 朱立伦 王金平 跟吴敦毅 通通都输给他 只是国民党 现在才放出说 总统初选 才要采用 民调征召的方式 郭台铭此时放出 要参加国民党的初选 会不会再度打乱 国民党的总统布局呢 今天节目当中 要对大家好好 一起来了解 好 开始之前 先来介绍一下 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 国会观察基金会董事长 姚立明老师 大家午安 欢迎民进党立法委员 郭正亮 大家好 欢迎前立法委员 初音音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资深媒体人 周年华 初音音好 大家好 欢迎资深的军事记者 吴明杰 初音音好 大家好 好 开始之前 我们就先带大家 来看一下 这个昨天就选在 台湾关系法的40周年 也就是4月15号的时候 共军可以说是一个 所谓的大规模的 扰台行动 对着是美台关系而来吗 我们来看一下 在画面当中 您看到的有 轰K6 有韵8 还有空警500 苏凯30 歼11 哇 以前我们在新闻当中 能够提到的 有关于共军的部分 通通共军的军机 都出动了 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因为这很奇怪啊 就选在昨天 美方跟我们 正在大规模庆祝 这个台湾关系法 40周年 以及传出了美国 有可能军售台湾的同时 这样的一个动作 到底意涵着什么 带你来了解 军售的这个宣布 是来得及时 在于美方的论坛上 总统蔡英文公开致谢 因为美国国务院宣布 最新对台军售案通过 主要内容是空军飞行员训练 以及F-16战机升级维修 共计新台币155亿 三个月来 共军第二次扰台 都是F-16升空监控 尤其这次台湾关系法 40周年 美国重量级 前众议院议长 莱恩率团来台 中共却算好时间 周一中午 庆贺团抵台没多久 红6K 运巴军机 歼11战机等 各型机种好几架 由中国南部陆续出海 但已改之前惯用的 顺时针飞行方向 这次有几架 从巴士海峡 航向西太平洋 在向北经过宫谷水道 非凡驻地 传出中共这次的反常路线 是为了预防美军 出兵干预 就好像人家办喜事 他在外面给你 给你派人站缸一样 你有开飞机 开战舰 美国也有 他跟台湾合作的方法 在这个军事上的一个 展示他们的力量 所以我认为说 我们的政府 在当下的时候 也对我们国军 说了很多的鼓励的话 空军也及时的 有马上升空半飞 也展示了我们军事的力量 我国空军战力 连国民党立委都肯定 这回美方军售 F16战机升级 加装先进主动向位 阵列雷达 增强对抗歼20能力 而飞行员佩戴的头盔瞄准器 更能看哪里 飞弹就打哪里 中共片面改变台海现状 秀军事肌肉 我军也没再客气 三段新闻 刘廷庄 今天小时我谈不到 这几天其实大家都在谈的就是 美台关系法40周年 美方甚至于是派了祝贺团来台湾 姚老师选在这个时候 是不是真的就像刚刚 立委郑运鹏讲的 就是我们在办喜事 结果黑道特别派了人 小弟裸裸还带着家伙 到我们的门口 习业门口来站岗 这确实是冲着美台关系而来吗 这短期当然是针对 台湾关系法40年 当然是针对台湾而来的 主要是针对台湾而来 长远的来看 中国一直想利用这种航行 来展现它突破 第一岛链的战略目标 所以他一直想用这种大区域范围的演练 来表达他不受到台湾岛 作为第一岛链的 这一个屏障的一个限制 那近短期的概念 我想他是透过这种军演 来恫吓台湾 希望能够在台美 在庆祝台湾关系法40年 这么一个我们讲高规格 高位阶的庆祝 非常高调的庆祝 他要表示一个威胁 可是事实上我个人认为了 共军不断地这样做 一会儿突破海峡中线 一会儿绕行台湾 实际上不但没有达到 因为情况越久越多 台湾的民心能够受影响越少 台湾的政治台湾的政府 受到干扰越低 反而增加了台湾跟美国跟日本 基于这些演习所做联系的演练 结盟的机会反而更正当 对越来越多 像是通过海峡中线 我们第一时间就跟美国有过互动 要联系这样子的如何的应对的措施 所以你会发觉我们跟美日之间的互相的联系 会随中国的题目越演练越成熟 越演练就越多样 所以这个倒是 其实是增加台湾的防卫能力 增加台湾的真正的实力 我想对台湾来讲 为什么不这样好事 当然他选择这个时候 他当然是有针对台湾关系法 四十年的针对性 可是我觉得台湾完全不受这方面的影响 那反倒是我觉得台湾的社会 面对这种事情 你要晓得每每有第一次 比如说十数年来第一次越过中线 或者第一次绕行台湾等等 台湾都会有一些波动 甚至于股票都会有一些波动 现在台湾完全视之为日常 我觉得对台湾已经完全没有大的负面效果 反倒是正面的效应比较多 好 所以姚老师是比较乐观的来看待 对岸突如其来的选在这样一个 四十周年美台关系法 台湾关系法四十周年的时候 美台关系非常好的时候 来做这样一个绕台的行动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 很多的军事记者都在今天的报道说了 这个安徽的实施 它从东部的作战区 以往都是怎么样 是一种顺时钟的绕台 但是昨天出来的却是一个 湖南的空巴斯的一个南部的战区 这样的一个所谓逆时针 那么其实这个部分说起来是非常的专业 这时候当然要请明杰帮我们解释一下 这是不是一个非常需要观察的重点 包括了我刚刚念了 有五种的这样的空军的 共军的军机加入 以及跨军种 以及我们这边提到的跨战区 这个跟以往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对 中共军机这个出第一岛链 进行所谓的远海长航 事实上从2015年大概就开始 到现在累积大概有超过四十次 那这么多这么频繁的次数里头 这一次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有两大重点 第一个是时间点 时间点刚刚姚老师有讲 我再补充一些 就是说当然 我觉得选在这个4月15号这一天 刚好美台共同在庆祝 这个所谓的台湾关系法四十周年 那在这样的酒会 你看连蔡英文总统 本来他正常出席 他有他的演讲稿 都因为这个事情临时脱稿 对 那让人家就是这个 泼人家冷水嘛 气氛就很不好 那我觉得这是他最大的政治目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在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编队来讲 当然有他特殊之处 我们对比过去的相关的 这样的演讯 这一次一个最大的不同是 他出动的机种 机型应该是历来最多 就是说我们看到 这一次如果依照国防部公布的 这一次包含有空警500 舒凯30 殲11 还有轰6K 还有预8 那过去 我们只要看到今年1月22号 24号有两次 那是解放军空军的空警500 第一次伴随这样的机队 出来这个训练 那我们只要看到空警500 大概就知道说 他的这一次的机群的 这个数量绝对是多 一定是超过十几二十架 因为这样的预警机 他要进行空中的战场管理 进行管制 多批次的管制 所以只要他跟着出来 表示这一定是一个大规模的 空中的演练 第二个就是说 舒凯30 事实上我的统计是过去大概 出海 不管 他基本上还没有绕台过 就是说 他都是难出难回 那他大概有 有参与七八次的演练 那这次更特殊的是说 殲11 殲11过去大概 除了3月31那一次 用殲11所谓的 越过台中线之外 过去他在所谓的 远海长航的训练来说 他出现的几率不高 那有的话他是由北 这个北出北回 就是穿越贡国海峡 那跟舒凯30编队 同时这两型战机 同时难出难回 这是第一次 那也就是说 这样这两型战机 他可能在针对某样的 某种这个 军事性略 对某种目标在做打击 另外就是说 这次比较特殊 为什么说不是只有 这个针对台湾 对美国的成分也很高 我们从这一张图 其实这个路线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黄色的这个编队是南出南回 南出南回的包含空井500 速凯30 歼11 这是战机 但是中间轰6K两架 还有一架运8 他脱离之后 他往北绕 往龚谷海峡回 龚谷海峡 这一个距离 就我们过去军方曾经评估过 这样绕行一周的距离 大概将近2000到3000公里 从内陆出来 基本上他的航程就是抵达官岛 所以这两条线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目的是不同 黄色的线基本上就是针对 因为他这一次 中共海上的舰队有三艘 已经先出海到西太平洋这一块 所以他们飞到这里来 跟他做海空的联合演训 所谓的跨军中演习就是这样 那这一月也做过一次 这是第二次 第二个就是说 轰6K过去 事实上游南往北绕也很多次 游北往南也有 只是刚刚讲到空巴士或空十四 不同的部队执行不同的任务 那这一次是等于 因为习近平要求他们要实战化 在哪里打 并在哪里练 所以他不同部队 游往北绕游往南绕 都各种他都去做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一个部分 是在进行所谓的反介入 就是说他假设模拟 美军的航母战斗群 在这个区域要来圆台的时候 他用这一股力量 把它这个组合在外 那另外分出一批 轰6K带的是长箭20 它是公路的巡弋飞弹 它就远远的可以直抵关岛 去做对这个第二岛链进行攻击 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这样的一个整个综合下来 我会认为说 这一次对美国的成分相当的高 那我是觉得说 他们现在还有在讲说 他是成立一个所谓的 像远征型的部队 不过我觉得还没有那么厉害 就是说我们在看待 他这样的军事行动 基本上他的目的 还是政治施压为主 那军事行动 当他们自己要训练 万一有一天用得上的时候 他当然还有这个必要性 但是不是主要的目的 那他这样的远程的打击 事实上他还是有很多 他们自己的缺陷 譬如说我们过去像我们在观察重点 就是说 以这样的苏凯30出海 或者歼11出海 一个很重要的 他们伴随加油机 如果伴随加油机的话 像苏凯30 他是用这个IL78 一流升78的加油机 加油之后 他航程大阵就可以绕台 但是我们观察过去三四十次 苏凯从来没有绕台过 他的航程是不够的 那为什么 因为这个解放军 现在最弱的部分就是加油机 他的一流升78只有三架 然后这个他的轰油6 轰油6像现在这次出来的 这个歼11 他也不能空中加油 他只能替歼10跟歼8加油 所以他空中加油能力很弱 总共才23架 他有3000架战机 只有23架加油机 对比美军 美军有512架 所以美军那个才叫做 远征型的空中力量 真的非不远 虽然号称远征 但是他还是有一些缺陷在里面 只是我们听了明杰的解说之后 就更能了解说 原来这些布局 当然某某程度 因为就在我们旁边 肯定跟我们有关 但是包括像这样子 一个隔离美军的援舰的部分 以及像这样的距离 虽然你看是到工股 但如果从他基地出来 这样的距离加起来 是可以到关岛 所以在在都认为 是剑职美国的意义 当然是更大 政治性的政治施压 更大的 所以郭伟委你怎么来看 阿平我就是算在这个时间点 就是要做给你看 我们自己呢 我们怎么解读 因为台湾关机机法 40周年是4月10号 那他故意选在AIT9会 搞这个事 所以那太明显了 就是给你泼冷水 那我觉得主要是 美国从去年到现在 坦白讲对台湾的关系的升级 那个速度让北京非常的担忧 事实上我们看到去年通过 比如说台湾旅行法 那让美国跟台湾的官员可以互访 那我们最近又看到 众议院通过台湾保证法 这个就已经触及军事 包括美军要参加台湾的演习 就以后要联合演习 那军事官员可以来台湾 互访 然后军售要纳入美国的法律 这个当然北京看了 当然会心惊胆跳 虽然说现在是众议院通过 然后要到参议院 可是他也看到实质的军售在提升 比如说F-16V我们现在要报价 因为如果我们只有AB 真的只有137架真的是不够 而且性能 你如果要未来要面对中国的歼20 那坦白讲真的是需要升级 那另外比如说 他把我们的海军雷达升级 然后爱国者3号飞弹 我们又加买了一批 这个他都看在眼里 那当然这个就是增加 他未来如果真的要武力犯台 难度越来越高 他付出的代价也相对要提高 所以那当然也包括美国 从今年每个月 他都有军舰通过台湾海峡 大概都是下巡 那这个他也看在眼里 他就觉得 美国不断地在触他的红线 所以他是不是要报复一下 我也要来刺你的红线 这个就有点像是 大国在试探双方的红线 然后就因为目标是台湾 那当然刚刚各位先进也讲到说 不止第一岛链 我甚至要把你第二岛链也拉进来 而第二岛链就是关岛 就是说你不要小看我这样 那当然刚刚明杰也讲得很对 就是说以目前的海空军 坦白讲中国落后美国是蛮远的 所以也不是 如果落后蛮远的 那这时候做的时候 我想内行看门道 外行只能看热闹 相信更多美台之间的军事专家 更会看出说你越演练 你就越有破绽啊 对不对 你就演练给人家看 那这个就像刚刚姚老师也讲的 一旦演练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会去观察 对台湾来讲 也是形成一种模拟 看他们过的状况之下 美国也一样啊 那他有破绽 然后模拟给别人看 这对他好吗 因为他如果要打台湾 叫做近海战争 因为台湾是在第一岛链内 那坦白讲 这个就是你要付出多少代价的问题 那第二岛链 他当然不是美国的对手 可是也就牵涉到 美国要介入多深 这个坦白讲是在考验 彼此的意志力 所以你要投入多少 那你红线要推到哪里 那双方在较劲 那美国显然也没有让步的意思 目前就是这样 好所以明杰 刚刚我们提到了 其实一切东西都是来得这么巧 你到底是真的是偶发 还是大家都是讲好的刚刚好 比如就像昨天 这个蔡英文总统 在面对这样的一个 美台之间重要大事的酒会的时候 这个讲稿也必须要来脱稿演出 但是也就这么刚好 美国的国务院批准了 这一个5亿美元的对台军售 其中就是培训台湾F-16飞行员 跟F-16战斗机的后勤支援等等 这样的后辈的军力加入 对于台湾来讲最大注意在哪里 对事实上我们不会只有看军事层面 就是说像解放军这个共军也好 基建绕台这样的一个动作 事实上军事行动对他来讲 只是政治施压的一个工具之一 那我们不会从纯军事面去解析他 同样的美国也相信 也非常了解这道理 前一阵子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他有特别谈到 就是说美国在协助台湾 就是面对中国施压 外交打压上面 美国也有很多工具可以运用 同样的你看 这是不是针对性 的确是针对性 连美国都感受到 所以你看15号昨天 他共机来特别出海 来到美国会感受到 你不是只有针对台湾 你还针对我 大哥你都要碰是不是 那没关系 我就当场就打你脸 打什么脸 过几个小时之后 他国务院罕见 我必须要讲罕见 罕见就马上宣布 这个武艺的对台军售案 这个军售案事实上 它有很特殊的地方 要讲内容 内容不特殊 我在这里替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说 它事实上是一个训练案 就是说我们F16飞官 到美国的洛克基地去受训 事实上这个过去 长期已经做二三十年 一直都有交流 一直都有 那这样的案子 它是五年预约 那总共的金额 从过去到现在 大概将近就是台币一百五十一 那它本来是 以机密的方式编列 过去我们在写 这样的新闻的时候 常会被提醒说 台美之间军事交流 只能做不能说 最好不要写 但这个背景我们都了解 就是说过去 我们跟美国 采购一百五十架的F16战机 在美国的这一个陆克基地 保留了16架 那我们的飞官 像以去年的预算 国防部公开资料来说 2018年总共五十三名的F16飞官 到那边受训 那这样的一个训练 是比照北约盟邦 因为德国英国 其他像荷兰 他们很多的飞官 也到那里受训 那样的一个动作 基本上是很敏感的 那过去美国 因为畏惧于北京 所以他这种事情 只能做不能说 要求台湾不能公开 这次他把它公开了 而且是国务院主动批准 主动 然后发了新闻稿给你看 对 那这一个案子 事实上他有他的背景 就是说我们过去五年换约 他2017年到约 那本来要在签五年 但是一个很巧 就是说因为刚好 陆克基地他未来 从今年2019年开始 因为美军F35的服役 所以F35的训练 要改在陆克基地进行 所以我们就F16 未来F16 连美军F16也是一样 要搬到旁边 一样是这个亚利山纳州 旁边一个都市叫土商 以后就叫改到土商基地 去做训练 那这样的一个训练 事实上 就是说还是会运用到 这个内华达州整个空域 你知道那个训练空域 有多大吗 六个台湾大 有那么大的空域 还有诈射基地 六千平方公里 所以是整个完整的 应该是说 这个F16的演训当中 会遇到的状况 情况跟战斗模式 都在那里 我们会跟美军在那里 做联合演训 甚至未来也会 我们的F16V 其实最早性能提升的是 在美国那几架 他在他的爱德华空军实验室 在进行像ASA雷达的 各种性能测试 那未来事实上 我们也会跟美军 他们换装F35之后 会跟他们做 空对空的联合演训 所以这个在过去来讲 是极为敏感的 那现在美国就告诉你说 台湾过去 因为只能做不能说 所以我们只是准盟邦 还没有到真正的盟邦 那现在公开之后 就是他的最后 背后最大的意涵 就是告诉全世界 告诉亚太 台湾已经是我印太的盟邦 不是准盟邦 印太盟邦之一 他的这个位阶是比照北约 比照其他跟美国交好 有军事合作关系的这些国家 好 所以说对美国来讲 事实上台湾所面临的 中国的这样的武力威胁 或是国际社会上 现状的打压 真的就像我们之前 所讨论的一样 国际社会都看在眼里 除了欧盟 除了美国 站出来之外 更重要的是 给台湾更多 可以有保护自己的机会 就像这样的一个 训练员的交换 飞行员的交换 过去只能做 不能说 但是现在透过美国来公开 也是要告诉中国说 你不要真的 一直想踩红线 一直想踩破坏 国际现状的一个红线 而另外 不知道您最近的晚上 这几天有没有抬头 来看这个101外墙呢 在101的外墙 连续三天 有美台友谊的特别讯息 还有通关密码 是什么呢 休息一下广告回来 让您了解 欢迎回到情境新台湾 当我们来看 就是美台关系越来越好的时候 当然对岸的中共 就必须展现一点 它在这个地方的 注意力跟关注度 我们刚刚谈到的4月15号 这样的一个跨军种 而且是跨战区的 这样的一个超远动作 对于对岸来讲 但我们看在心里 是觉得很生气啦 但是呢 共军扰台 中共呛怎么 他解放军东部的战区发言人 张春辉就说了 这是年度计划内的正常安排 主权国家正当 合理的权利 有利于维护台海和平跟稳定 好 这话他在说啦 但是现在大家呢 听多了也不想要理他 但是就来了 年华 我们来看 在这样的一个酒会当中 今天这个照片 包括了AIT的主席莫健 美众议的议员强生 还有美国前众议院的议长莱恩 莱恩还特别讲到 美台关系的时候 用两国来形容 还有就是AIT的处长 也参加了这样的 这个酒会的活动 不过就刚刚 我听广告有提到的 这个AIT 这个美国 把台湾之间 美台之间的关系 居然在101的外墙 大家如果这几天 你没有抬头去看的话 来 到底有什么关键密码 其实大家看一下 连续三天 所以你如果昨天没看到 今天看还来得及 你如果晚上 你去看101的话 你会看到 它的外墙那个灯光 不是很漂亮吗 它会出现最上方 那出现的是几个英文字 它是写TW 然后中间是一个 两只手握在一起的图案 然后后面写的是USA 就代表台湾跟美国的友谊 然后底下呢 它会用中文字 秀出来台湾关系法40年 哦 那底下那中文字 比较像跑马灯的形式 就它不会一直 看得到 所以你要等一下 对 你会等一下 因为我昨天晚上刚好在101附近 所以我刚好 正好供逢其事 我本来也不知道 我只是站在那边想说 好久没看101 仔细看一下 结果突然之间 怎么看到这些 以前没看过的字 那我觉得美国这次动作 其实非常的大 也非常明显 包括昨天蔡英文总统 为什么要在 故意在那个酒会去讲 脱稿去讲这件事情 因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因为共机昨天是 大概中午以前出海 那依照我们台湾的 预警雷达相关的设施 大概基本上 它一起飞我们就知道了 对 所以当发现 它是要做出海 要绕台湾的时候 一定是第一时间通知蔡英文 那蔡英文总统刚好下午在 这么多美国人在的场合 是 当然要告一下杨壮 这个时候不告状 什么时候告状 他们一天到晚说 我们告洋状 那这时候就大政大方 我们就告一下 我当然要讲一下 那莱恩 这个我看有些人 这个不太了解美国政治的 就算说 莱恩这个前众议院议长 来有什么了不起的 其实大家知道吗 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在国内 以美国来讲 他是第三顺位 第一顺位当然是总统 第二个就是副总统兼参议院议长 接下来就是众议院议长 虽然莱恩已经退休 可是大家看 他不是因为年纪到了退休 你看他年纪那么轻 是耶 他曾经选过副总统 所以 而且你要看 他这次带来的是什么人 他这次带来的整个 这个40周年的 庆祝活动 AIT的官员就不用讲 一定有的 有七位国务院现任的官员 对 有四位美国的国会议员 是 而且带来的不是那种 那种小小的国会议员 都是在国会议员 各个委员会里面 算是资深的议员 或是召集人之类的 所以这次美国其实他是用比较大的规格 很故意的把这个事情 把它台面化 把它台面化 所以我觉得 这一波包含像 共鸡这样子绕台 当然他昨天是针对 我觉得针对性就是很强 就是反正你在大事庆祝 我就给你绕一下 但是美国也不是省油的灯 所以你看今天刚刚明杰讲 今天马上国务院主动公布军售 那我认为接下来美国可能还会有动作 因为刚刚郭委员讲到台湾保证法 台湾保证法 其实依照过去我们的观察的经验是这样子 参众两院都有提案的法律 基本上最后通过的几率非常之高 而且总统通常会签署 因为你参众两院都有提案 那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已经通过 接下来是众议院全院 接下来到参议院 那两会两个议院如果说对于法案的内容 没有什么大同小异的话就通过 然后总统就签署 如果有不一样就两院再协商一下 那台湾保证法的通过对于台美关系来讲 它是比台湾 台湾关系法它是一个原则性的规范 但台湾保证法就规范到比较细节的东西 就执行面它都要规范 它里面在根据草案的内容 甚至还有说要美国国务院定期去跟国会报告 你国务院怎么协助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而且你要定期去做进度报告 以前当然国会也会做这样的要求 可是国务院通常就是糊弄你 就是反正我有 可是现在我要求你来定期做报告的时候 当你每个会期要来做报告的时候 对国务院来讲那会形成另外一种压力 而且他觉得国会是认真的 你必须要去做 所以在这个部分看起来 目前台美关系的发展的方向 其实是往良性的方向 而且最近我注意到 其实不管是在美国或是在台湾的部分 两边的政府的领导人物 其实都谈到了一件事 台美之间的FTA 就是自由贸易协定 因为其实最近在美国 或台湾这边也有一些专家 开始提到一个概念 就是台湾因为我们的经济高度依赖中国 我们到目前我们的出口大概有一半是靠中国 那台湾怎么样摆脱中国对台湾的控制 以现代国家来讲 除了军事力量就是经济力量 对我把你经济把你掐住了 你想跑都跑不了 对 那美国要怎么帮台湾呢 其实最直接的方法就是 因为美国本身是一个比中国更大的市场 那美国只要跟台湾有签FTA 我们很多的东西 很多的市场就可以移转往美国 对 那自然对中国的依赖 就会慢慢慢慢的降低 这个对台湾摆脱 对中国的依赖 或是被中国控制 其实是非常有实质的帮助 那最近我注意到 包含美国 包含台湾 其实都开始在呼吁这方面的事情 就是你除了军事上 或外交上给台湾协助之外 你在经济上 你是不是可以跟台湾 开始来大家来讨论一下FTA 一个合作的模式 把它赶快建构起来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看起来 就是说以台湾关系法 因为事实上它是1979年 美国时间4月10号通过的 那今年正好40年 如果台湾关系法40年 是过去40年来确保台湾跟美国 或者说我们讲白一点 台湾的安全的一个 美国国内法之外 那这40年之后 未来的20年或未来的40年 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如何发展 现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就是现在是跨出第一步 那你这第一步怎么跨 那包括像我觉得最近很多一些 像我们这个明杰应该很清楚 我们今年汉光演习 我们就把演习的场域 移到东部的海域 对 而且我们还通知美国跟日本 我们为什么要通知美国跟日本 当然不是怕我们 刚刚明杰讲的嘛 这个印太盟邦的这样的位置 确立不是准哦 是确定的 我们通知他不是怕说 我们的演习的炮弹打到他 而是说我告诉你 我要在这边演习 一起来吧 对 或者说大家有什么可以合作的部分 那其实我最后我要补充一下 就是说前一阵子我们提出一个 采购的意向书 就是要跟美国再买 这个66架F-16V 为什么需要买 因为其实台湾的东南沿海的空域 跟沿海的安全 其实现在靠的是 大概年纪比楚音大的飞机 叫F-5 你觉得让我们的空军的飞行员 那么辛苦训练 那么优秀飞行员 去飞这么老旧的飞机 大家觉得很安心吗 那如果我们有多了66架F-16V 那我们就有一部分可以布防到 台湾的东南沿海 因为现在已经证实共军 不管是海军或空军 他是有能力绕过台湾 从东部来攻击台湾的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是 其实是蔡英文在他总统任内 他在国防上一个 非常重视国防的一个表现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因为看起来 我们最近对美的几批 重大的军事采购 除了国务院主动公布这块 M1这个战车 目前全球大概在民主世界 民主国家里面最先进入战车 美国应该也会批准 那F-16V应该也会批准 好 所以说从这个年晃哥所讲起来的是 美台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尤其是在台湾关系法 40周年这个时刻 关键点就在于 除了国防上给予协助的话 经济上FTA确实也是一个部分 等一下我稍后会回来 让民集来补充 有关于今年的汉光演习 什么不一样 但是我想问罗委员 从刚刚听到这里 很明确地从我们做这张图 就可以看得出来 台湾没错 介于两强中间 但是现在慢慢的可以看得出来是 美国希望在更多时值的帮助上面 来协助台湾 经济面呢 或者说这一次的较劲当中 你怎么看 其实你看 共军这几次的烙台 都是选择在美国对我们示好 对我们非常好的实际点里面 来烙台湾 你上一次的共军飞过海峡中间 也是美国的经舰来行为 经过台湾海峡 还有核准准受案以后 宣称说他要把准受 就刚刚讲的FTA的战机 要卖给台湾的时候 他就开始飞过你海峡中间 来显示他的一个力量 他的主权 甚至于是说 假如说你越跟美国越靠近 那我就对你更胁迫 那我们知道嘛 他飞过海峡中间 那他对我们也是构成威胁 那我们当然 蔡英文总统是说 我们将来不喜欢给他驱离 你看看嘛 那个中共的那个 他的那个境界 他过那个去有那个太平岛 或到一些东南亚 到东南亚海域的时候 你包括包括日本 他也只能怎样 只能培行而已 只能监视而已 他有去离他吗 他也没办法去离他吗 那我们知道说 从2016年的年底 那个美国总统跟川普 跟蔡英文总统通了电话以后 那好像大家都感觉到说 好像美国跟我们之间的关系 是越来越靠近 越来那个 事实上也是啊 那事实上对 那可是你有沒有跨见到说 那个川普政府 跟他的一些官员 他们假如都站出来 一直反对说 那个中国大陆 对台湾施压 所以他们用很大的议论 来踏划这个事情 包括那个斯德文 他说他反对 那个一中原则 美国在体一中政策 对 反对那个一中政策 一中那个 那这个东西看在 看在那个中共的眼里 他当然是不是滋味啊 他当然一定要想办法 来跟美国对抗嘛 那你今天好 你说台湾 我们也希望啊 希望就是说 台湾的一些经济力量 经济不要靠中国大陆 他想我们要往美国那边移 可是美国是一个 什么样的国家 美国 川普讲过一句话 川普讲说 我帮助你台湾 对我美国有什么好处 所以你会不会在 这个夹缝里面 因为现在是处于 美国跟中国大陆 在贸易谈判嘛 那贸易谈判之中 他是不是说 我对台湾很好 我就是要帮助台湾 来博取 跟中国大陆 谈判的筹码嘛 我们现在最怕的是这样 我们现在最怕的就是 我们给他当作一个妻子 他说好 我卖给你新收 其实你说卖他 卖五亿美元 其实他这五亿美元 跟这个这几年来 是卖给我们是 算是少的 不是不是不是多的 那个金额跟以前比起来 您且有说啦 这个就是公开的 实际来讲 象征意义是比较大的 对啦 金额是差不多 而且过去做了二十几年了啦 对那那其实 他这个金额也是不大 就对我们跟他 过去这几年来 最近这几年来的话 其实这个金额采购案根本不大嘛 那他美我们要去了解说 美国他为什么要选择 选择在这个时间点 他做这样的动作 因为尤其是在中美贸易谈判的 这个时间点 他做这样的动作 那中共越强硬 美国再来的话 那台湾要怎么办呢 台湾难道说 台湾两边拿好处啊 对 两边你怎么 你以为我们大家都一直讲 不要从美国 因为身上得到任何好处 因为川普他是一个商人嘛 他是个生意人那个嘛 所以我刚才他讲说 我帮助你台湾我有什么好处 但是我们也没办法从中国这边拿好处啊 当然 中国只想打我们没有别的好处 当然美国他也不愿意失去说 台湾的这一个战略位置 他用这个来制衡 制衡中国大陆嘛 可是在我们刚刚讲说 我们要跟美国签FDA 假如美国真的对我们好 那支持我们交流联合国啊 美国公开讲说 他支持交流联合国啊 他刚刚刚讲说 你不会跳太多步了 不是啊 他干脆 他干脆讲说 他跟我们建交嘛 慢慢来啦 一步一步来 一步一步来 他只是 罗伟源提出了最高的最终指导 对啦 这也是我的愿望啦 但是呢 真的一步一步慢慢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更多讨论 欢迎各位到前进新台湾 我们都说当然自己的国家 最重要的还是要靠我们国军自己来捍卫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平战时期 台美相互之印 那么汉光演习电脑兵推呢 就靠两套系统 拿两套 而且今年的汉光演习 跟过去 有什么这样不一样的特殊之处呢 来明杰帮我们讲一下 我先补充一下 刚刚这个对台军售案 好 他委员有提议说 这个金额只有5亿比较少 我觉得这当然是一个 本来就是一个很重大的转变 因为像前两年 美国国防授权法 事实上有特别提到 未来美国对台军售 会从过去包裹的方式 改成个案审查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 川普上台之后 对台的第一项 第一批军售案 还是包裹案 那时候有八项 包含这个 HM88反辐射飞弹等等 那个时候价格总价格是433亿台币 所以看起来好像比较大 但事实上那一个案子 也是在这个前任的末期 就已经批准了 川普上来只是公布而已 那川普这个执政之后 真正的对台军售项目 我们现在看到 好像去年 还有一批是所谓的 空军的零附件案 那金额大概100亿台币 都不大 但是你会看到 这个频率跟次数会增加 而且随时 他现在美国对台湾的 这个等于说你的军售的需求 就是我只要提需求 我随时检讨 是机动性很高 所以就是说 他会刺情况就会公布 所以过去不会有 这样一项一项的细项 那这次更特别是说 过去是军售案 就是说是所谓硬体的部分 叫军售案 这一次他把训练 我刚刚特别强调 F-16飞官赴美的训练 这也把它当成 一个军售的项目来公布 所以这个当然是很明确的 就是在回应解放军 共机落台的这个部分 第二个就是说 今年的汉光演习 当然就是说 过去有一些固定的模式 会先进行所谓的 电脑的兵器推演 然后后面会有时兵操演 那电脑的兵器推演 今年预计是 4月22到26 5天 那当然媒体上面提到说 我们跟美国采购的一套 叫JETOS JTLS 这一套系统 对 就是说跟美方 可能暂时的时候 是可以连线的 这个的确是 因为这一套系统 基本上它过去 我们就不断地 在追这个讯息 它基本上的确是 可以跟美军的 太平洋司令部 可以做link 那最重要的上面一个 跟台美之间 未来有可能 联合演讯跟联合作战 一个很重要的 叫做共同的 共同的这个战场的图像 简单来讲 就是说 譬如说 蜘蛛你用LINE 我也是用LINE 我不是微博 我如果微博 我没办法跟你通 第一个 你美军用LINE 我也用LINE 等于是在沟通语言上 我们已经一样了 我们在同一套系统里面 对 然后你传给我看的 突然一颗星 我也会看到一颗星 就一样的 不会是收不到 爱心两个字 对 那这个共同的战场图像 如果就放在 这套系统来讲的话 譬如说 我们的这个 电脑兵推的 这个系统里面看到 譬如说是一个 机部旅的一个符号 美军看到就是一个 机部旅的符号 那未来如果结合 譬如说整个台海 当面的情知 那在作战的时候 譬如说老共的 像这一次 共机的机群 从哪里起飞 出来 航线怎么走 美军在太平洋司令部 同步看到一样的东西 所以它可以跟你一样 就进行相对的这个因应 所以这套系统 我们过去汉空演习 大概从2003年开始 这套买进来之后 它这个不断的更新 那过去一项是以五天为期 做电脑 这个 但是也常被批评说 打因为只有五天嘛 人家说你台湾只能守五天 所以过去有这样的一个 不断的被媒体这样的报导 那像今年这个现在参谋总长 叫李喜明嘛 他也特别讲说 外界不要误解啦 推五天有时候 是推到一个月的时间啦 在浓缩在五天里面进行 很多速度是因为推演的关系 可以比较快 进展的快一点 那譬如说这个防空 或者是制海 这个推演完 可能一天半天就结束掉 不会跟真实战场 真实战场拖的时间会比较长 那如果是这个 大家要认为说 这个推几天 就表示台湾能守几天 那我把电脑兵推改成一个月 那大家就觉得说 我可以撑一个月 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这一点我特别讲 就是外界也不要误解 那另外就是说 石兵操演的部分 今年也蛮特别的 刚刚这个宁皇兄也提到 就是在东面 会针对比如说 共机的基建绕台的部分 在东面的海域 做一个大规模的操演 另外还有像这个 战备跑道的战机的 起落的操演 这些未来这个后续 官部都会有相关规划 好 所以在明杰举说之下 我们会发现 虽然对岸用它强大 慢慢渐渐强大的军事武力 来对付台湾 但是我们自己 其实也都有因应之道 而对于讲到美国 现在人在美国访问的韩国瑜 很多人都认为说 这一趟访美回来之后 他大概就准备要参选总统了 只是很多时候 你真的没有守在国内 后面这个陈咬金 老鼠偷拖鞋 大的就在后面 跑出来了 这个大的会不会是 郭台铭的 姚老师 郭台铭今天早上 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特别讲到了 有关于是不是要选总统 这件事情呢 他说他要参加 国民党的初选 如果他如果选的话 他要选国民党 他不会接受征召 而且呢 他又不是国民党的党员 那这句话这个时候 讲出来 言下之意 是要来跟韩国瑜PK吗 应该不会 如果郭台铭要出来 韩国瑜就应该不会出来 他没有跟韩国瑜PK的余地了 我觉得韩国瑜不会去对证 郭台铭 因为这是一个并不智慧的决定 可是韩粉势力强大 而且韩粉很恐怖啊 对啊 韩粉初征片草不深哦 可是韩粉支持郭台铭的比例也不少 可能八成是郭铭 从铁性蛮高的 所以我不觉得他们两个人会PK 虽然两个现在是有点 在参选上是有重复的可能性 因为韩国瑜要参选的主观意愿 已经表露的其实蛮明显的 他从美国之行尤其表露的 非常明显 他自己希望能够参选 只是因为他客观的正当性不足 所以他希望能够万般拥戴 可是有郭台铭以后 就变成一个拦路户 他就没有任何再征召 或者来黄袍加深韩国瑜的余地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我觉得郭台铭如果宣布参选 韩国瑜应该就会 应该是礼让的几率比较大 而郭台铭作为一个候选人 当然会震惊国内外 他是一个超级富豪的候选人 对 他又是一个非政治 非政治人物的候选人 他又是非国民党传统型的候选人 他作为一个候选人 对台湾政治来讲 应该是翻天覆地的改变 好 所以姚老师觉得 这是个翻天覆地的改变 而如果我们来看 放言之前的最新民调 韩国瑜之外 只输给韩国瑜就是郭台铭 也就是他比朱立伦 王金平民调都要来得高 所以这会被打乱 国民党的一池春水呢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更多讨论